虾皮是毛虾的干质品 因干质后体小 体薄 使人长到只剩下了一层皮 于是称其为虾皮 当时和我说是去登桑拿 没想到就成了根了 毛虾在海里游着 突然周围出现很多围观的鱼 哎哟 你干嘛这虾饿了 只剩下皮爆骨了 真可怜的物 人家本来就长得那样好吗 不然你跟我比比夫妻 用于制作虾皮的原料 中国毛虾 是我国海产虾类中 产量高的虾类资源 在我国主要分布在 黄渤海 特体极小 仅仅只有三厘米 我好像吃到什么了 又好像什么也没吃到 由于群体其中 渔民们一往补上来 往往都是青云色的毛架 然后顺手就把它们制作成虾皮了 虾皮的营养价值很高 每百克虾皮 蛋白质含量39.3克 这蛋白质的含量 远远超过普通鱼类 虾皮中钙和铃的含量也极高 所以虾皮素有钙库之称 钙库 请点往毛宝库 哎 兄弟 你刚才吃啥了 最近全身乏力 四肢浮肿 我要补养蛋白质 虾皮的使用方法 可用一句话概括 那就是 放物皆可放虾皮 所以今天你做菜 放虾皮了吗 吃货就爱 老你个菜